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灵源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对于REACT当中组建的传值呢 进行一下学习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在REACT当中呢 组建的传值分为三种 第一种正向传值 第二种逆向传值 第三种呢是我们的同胞传值 那么我们在这块呢 首先先来看一下正向传值 其实正向传值的写法呢 在我们上一个章节当中 其实已经使过 也就是说在副组建当中 像子组建当中通过ROPS呢 来进行数据的传递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之前一直在写 所以说在本章节呢 我们就不再练习了 那么逆向传值呢 其实会稍微比正向传值呢 麻烦一些 比如说我在子组建当中 注意我在子组建当中 有条数据想传递给副组建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块呢 定义一个子 Test 写上我是子组建的数据 那么写好之后呢 其次我想把这条数据呢 发送给副组建的home 来进行一个展示 那么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呢 我们要做一个最基本的数据发送 那么我就可以在子组建当中 写一个button 写一个button 然后这个button的作用呢 就是 点我进行数据的发送 那么这样子写好之后呢 其次我在这个子组建里面呢 其实就可以发送数据 那么我们使用on clink等于一个 this.crops.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调用一个函数 比如说呢 在这边我们写上一个 复 fun通过半的 来绑定一个 this 并且把需要发送的数据 绑进去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步 然后呢 第二步 我们需要在副组建当中呢 给它传递一个 贯fun的函数 所以说呢 我们来到副组建当中 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给 当前这个子组建呢 来绑定一个 fun的函数 那么有这个函数呢 等于 等于什么呢 this.cata fun的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我是需要存在在 副组建当中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边呢 直接创建一个 这样子的函数 那么在函数里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行参 这个行参呢 稍后会从子组建 调用的时候 自动给它传递 所以说呢 我们直接可以在控制台里面 打印一下test 如果test里面的数据呢 是 我们的 我是自主建的数据 那就表明 逆向传值呢 成功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比如说 我们来到浏览器当中 然后呢 我们检查 打开我们的console控制台 然后当我点击 大家发现 从副组件当中 就弹出了 这个子组件的数据 那么当然呢 这条数据 想在副组件里面展示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也很简单 我可以在副组件当中 定义一个state数据 this.state等于 比如说test 我是默认识 那么在副组件当中呢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条数据 默认展示呀 然后当我一触发 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函数里面 可以调用 this.state 来修改这个test数据 test数据等于什么呢 等于当前的这个test 那么写好之后呢 来 刷新 注意 默认值 点击 我是子组件的数据 那么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并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写 那么原因呢 是因为 ES6当中 如果件值对一样的话 我们可以只写一个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快速的完成了一个 逆向的数据传递 那么这个逆向传值呢 相对于正向传值来说 会复杂那么一些 那么刚才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负质组件的一个 基本的传值 正传和逆传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同级传值 那么在react当中呢 我们如果想使用 同级传值的话 我们要使用一个东西 叫做 pubsubber.js 那么既然要使用它 那么很明显 我们需要在mcm里面呢 来进行一个下载 所以说呢 在这边 我们打开我们的cmd 然后呢 在里面 我们重新的从路径里面 打开一下我们的项目 然后在里面呢 很简单 要下载 npm 当然我在这里面 用淘宝建项 刚刚save pubsubber.js 注意 那么我们稍事等待 等待pubsubber 进行下载 好 那么已经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到空 这开发工具当中 那么刚才home组件下面 是不是只有一个muse组件 那么如果我现在想这样子 我在home组件里面呢 再有一个组件 比如说呢 我再新建一个phone组件 那么这个phone组件里面呢 那么这个phone组件里面呢 和news是同级的 所以说 我需要在home组件里面 把它再下载一次 然后呢 这个叫做phone 然后呢 在页面里面 我们也把这个phone组件呢 来引用一下 OK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相当于news和phone 是一个同胞 也就是一个同级组件 那么在页面当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phone也成功显示 好 那么当我们现在在home组件下 有一个news和一个phone的同胞组件 那么这两个组件当中的数据 是如何传递呢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下了一个 PubSuppers-js 然后呢 比如说 我现在想从news里面的数据 在phone里面用 那么很简单 我先来到news里面 然后呢 有一个点击事件 然后写上 点我进行同级 传值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 clink 等于一个凯数 比如说 this.fun 比如说 叫做 PubSuppers-suppers 的一个凯数 用半的 绑定一下 this 那么有凯数呢 在这边 我们是不是就要来写这个凯数 那么在这个凯数里面要干什么呢 注意 刚才我们下了一个PubSuppers-suppers 那么在这个页面里面呢 我需要先把这个PubSuppers-suppers 引用一下 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我们的PubSuppers-suppers-suppers 这个历史-js 然后呢 我们需要使用什么 使用PowerSub 引用的这个模块 下的 PowerBitch这个方法 然后在里面呢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注意抛出的事件名 这个可以自己定义 第二个呢 就是抛出的参数 比如说 我想把这个num抛出去 那么我在这边呢 this.state.num 抛出就可以了 那么抛出之后呢 我需要在第二个组件里面来接收 那么就是我们的 缝组件 那么当然 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一个 PowerSub的一个JS呢 我们起码先要 引用进来 所以说呢 在这个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音 这个JS引进来之后 然后 干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在 constrator当中 进行一个调用 怎么调用呢 用我们的 PowerSub.SuburSquare 那么里面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 监听的事件 EVT 就是我们刚才 在news里面 设置的一个EVT 其次呢 第二个 就是一个回调 那么这个回调里面呢 包含两个行参 第一个行参呢 是我们的监听的事件 这个可以不用 在这块呢 我们要的是这个Data 我们console.no 打印一下Data 那么如果 控制台当中 能把123打印出来 那就表明 我们在这块 加上一个 Fone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能否把它 相关的数据呢 打印出来 那么刷新 然后呢 注意点我进行同级传值 点击 大家发现 Fone123呢 就能够被正常调用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成了 我们相关的一个 同胞的一个数据传递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希望大家呢 课下多多练习 有一定的 真的吗 是 有一定的 感谢